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中央巨龙三奇长397 生侠76,蝴蝶68,飞猎手25,潮汐128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侠其长相宝箱飞猎手 潮汐自己缝隙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中央巨龙右下角这一格锚点 到这里之后,把饲料转到东北方向 低头右上角,这边往前走 走到前方悬崖边 好的,那在对面,在前方 直接继续往前 这里是一个变成蚊子那个挑战 但先别急,别急着开这个挑战 我们站在这个挑战这里 然后把饲料转到我们的东方向低头一边 这里,这里是 这里是一个鞋,也是一个解密 我们把左边的电池剪进来 放到右边,这里转换一下正负计 然后再给它拿下来 放到左边的这个电池底座 好,这里先暂时不动它 做成这样,我们就回去西方向低头左边 回来 开启这一个蚊子挑战 好,蚊子挑战来说一下 重疏 好挑戰達成拿到這三個箱子有機會派向用草 好這邊三個箱子拿到之後我們再把石膠轉到我們的南方向低度下半這邊走過來 這裡有一個跑酷的挑戰 好來點擊啟動然後左邊的什麼兩側的這個 這叫什麼玩意來的 我們把控物啊重物給他壓到這個壓力機關上然後我們站上最前方這個 這裡階梯會過來直接走上去 好吧我們送上來跟著這個藍色的這個階梯往上走 好的拿到這個金米其他項拿到這個其他項然後東北方向低度上角這邊我們跳下去啊 跳下來把這裡我們落到荊棘旁邊的這個平台 好套出一個槍手角色啊前方有一個飛獵手來突襲一下 要打了 打了之後我們拿到這個拿到他的獎勵 那現在在我們的北方向地圖上方這邊這裡有一個脆弱的石頭 跑過來 砍掉 好這邊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們切完怪之後拿到這個朴素奇彤像 這外的獸惑 拿到這個奇彤像西南方向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走過來左怪 左怪啊這裡這裡是有一個這個叫什麼來的 基準強傷啊然後把旁邊的這個炸藥包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往我們的南方向地圖下方啊這裡把這個 嗯 經濟給他炸了 好那在他的旁邊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這裡 打一下這個 這個什麼 柱子 柱子這個打完之後西北方向地圖左往角這邊一個柱子 好然後是我們的北方向地圖上方這裡一個柱子 三個柱子全都打了這個箱子解鎖 我們來拿到這個箱子 拿到之後在這棵樹的頂上有一個生霞 上來拿一下這個生霞 好那拿到這個生霞往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左外角這邊往前飛 好走出來我們剛剛炸開的這個清吉啊裡面是一個 就是什麼炸藥啊把這個炸藥撿起來 然後把我們西南方向地圖左外角那邊那個清吉炸了 這裡跑過來 撿起旁邊的空物 然後壓在壓力機關上面 哎 哎呦 好的那現在我們在往我們的西南方向地圖左外角跳下來 這水裡面有一個 撿起來 壓上去 好還有一個是南方向就是下方這邊 所以我們在這邊西幾隻怪的中間 好然後再給大家帶回去 好這樣的話拿到這個精密奇塘像來上用場 拿到這個奇塘像往東方向地圖一邊 這裡走過去 這邊潮汐之一 來清一下怪 好那我們切完怪之後拿到潮汐之一的獎勵 馬之外的時候拿到這個獎勵在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呃這裡我們繞一下啊 去到前方荊棘的那個小島 好在這個荊棘消島的東側啊 東方向地圖一邊 這邊是炸藥包 來撿一下這個炸藥包 撿了回頭把荊棘炸開 然後再把這個炸藥包放到我們旁邊底座上 重新拿到炸藥包放到旁邊底座上 好接下來我們回到西方向地圖左邊那個小島 這裡撿起旁邊的A 撿起旁邊的重這個方塊 壓在底座上 然後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走過來 自己站上站上最後一塊 好拿到這個基準奇上香 拿到這個奇上香 然後再往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走 這裡直接跑過去 這隻任務啊來出發 好這裡我們把這一波怪清掉 好那我們清完了怪之後啊 然後再來做任務 這邊要打開大門 把這個電路修復一下 嗯 這電路 藍色 綠色 紅色 好的 一共三處 還有一處 好電路全都連通 我們再進入 進入這個什麼研究所的大門 好的 好的那現在我們在 這裡要等到什麼第二天傍晚啊 我們先調一下時間吧 先調一下時間 然後再 在你什麼 確保我們的任務進行到下一個階段 四日的 什麼17點啊 好那現在 他讓我們回到營地 我們不管 我們從這裡出去 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裡有一個跑酷挑戰 來做一下 這裡要吃球 吃球有風 風場 好這邊 把這個 其他箱拿到 拿到這個其他箱之後 我們再往東方向地圖一邊 過去開摩點啊 過來開摩點 好開了摩點之後 東南方向地圖一下就好 這邊一個生霞 來拿一下這個生霞 拿到了生霞 然後我們再 往我們的 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走 走過來啊 那這裡是有一個 有一個箱子 我們去到這個箱子的地方 好在箱子左側啊 這邊這裡有一個炸藥包 撿起來 撿起來炸藥包 把我們北方向地圖上方 那個晶雞再炸了 這裡是三根柱子啊 三根柱子 我們直接掏出一個槍手決策 然後 來打一下 這裡一根 好晶雞裡面一根 晶雞裡面一根 然後是東方向地圖一邊 這邊一根 好 箱子旁邊一個 很像嗎 好那打了之後 拿到這個 基準其他項 這收穫 拿到這個其他項 然後再 我們先回到研究院的門口啊 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回到研究院的門口 好那在門口這裡 我們往我們的西北方向 地圖左彎甲這邊走 好在這邊 河中間 河中間有一個 河豚挑戰 來做這一個河豚挑戰 這裡是往上走的 這裡是往上走的 好這邊到重點 拿到前方的這個 拿到出現的 出現的這個 精密奇唐箱 有機會排想 拿到這個奇唐箱 再往我們的東南方向 地圖一下角抬頭看啊 那邊上面有一個生霞 過去拿一下 好的拿到神霞東方向地圖一邊 過去看矛點 好那這邊矛點打開 再往西南方向 地圖左彎甲這邊往下跳 在這邊對岸啊 河對岸 這裡是一個正手箱 好來清一下怪 好吧錯誤判斷 他不是正手箱啊 直接把那個 呃樹 就會樹幹啊 兩棵樹樹木 給他打了 就會解鎖了 那現在我們再往我們的 西南方向地圖 來這邊往下 往前走 掏出一個槍手角色啊 這裡的話 注意前方是有一個 這個房子 房子再往前就是 就是那個飛獵手 我們先打飛獵手 好先打飛獵手 來偷襲一下 好的拿到飛獵手的獎勵 那這邊的話 我們由於在下面啊 之前在下面已經把電池裝了 然後在他的旁邊 這裡直接點擊修理 好 好 好那這邊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他們對話啊 對話話之後就 可以拿這個 箱子了 好 拿到這一個 基準其他項 好 拿到這個其他項之後 我們再往我們的 東方向地圖右邊啊 這邊走到懸崖邊 走到懸崖邊 然後再跳下去 下方這裡是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潮溪之儀 好 從這邊跳下去 好 好來清一下怪 好那我們清了怪之後 拿到潮溪之儀的獎勵 請用 拿到這一個獎勵 我們再往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裡 往上爬 好的爬上來這邊 清一下怪 好那我們清了怪之後 拿到潮溪之儀的獎勵 好 拿到這一個獎勵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 前方這棵樹背後 有一個俄羅斯方塊 好這裡走過來 走過來我們先找到這一個 呃 七星的這個 給它撿起來 撿起來放到左邊 竖著放 然後再旋轉三下 旋轉三下 竖著放 這樣放啊 好給它放過來 好然後是我們左手邊這個 左手邊這個 我們調一下 欸 欸 旋轉一下 兩下 三下 旋轉三下放到最長方 好然後是我們右手邊這一個 這個我們旋轉 一下 兩下 欸 欸 兩下 欸 兩下 三下 三下放到最下方 好 右手邊這一個 直接放到最右邊 拿到這一個 基準其他項 拿到之後我們掏出一個槍手角色 在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這邊是飛獵手 來 偷襲一下 火刀給他打了 打的時候再往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往前走 這邊 前方地藏 這裡能看到一圈 一圈花 我們來把這一圈花全都給它剪了 剪了之後會出怪 鴛鴦花全都剪了 好這邊我們把怪清一下 放到這裡打完罐之後就會出現這樣一個基準其他項子撿起來 剪起來就往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 前方的這個 俄羅斯方塊這個地方走 好這邊走過來 走過來把我們右手邊這個撿起來 這裡的話我們放到 旋轉 旋轉 兩下放到最右下方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是放到這裡 然後旋轉三下 好放到這裡 中間 然後是這個 這個旋轉一下放到最多邊 好這樣在我們前方就出現了一個 其他項來撿起來 有機會派向用場 撿起來之後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 把火球撿起來 然後炸開這個競機 裡面有一顆生霞 好上來拿到它 拿到這一顆生霞 然後再往我們的 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這邊 往前走 這裡有一個潮汐之一 唉唷唷唷 血跡魚弱 幹嘛 好我們來切下怪 好那我們切完怪之後 拿到潮汐之一的獎勵 拿到潮汐之一獎勵之後 在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這邊 往前走 這裡再往前 前方較遠的位置有一個潮汐之一 這裡繞開就坑啊 先繞開坑 上去 這邊過來 把這邊的怪給它清掉 好那我們切到怪之後 拿到潮汐之一的獎勵 拿到獎勵 南方向進入下方 掏出槍手決策 走過來 這邊下面又是一個飛獵手啊 那我們 跳過來 站在這上面 這裡能不能瞄到 可以啊 偷襲一下 打到塔 打到塔之後 往東北方向地圖三角 這邊往前 跳下來 這裡有一個 細生蝶 來摸一下這隻蝴蝶 這裡跟著蝴蝶走 這邊路上 看我們屏幕左側啊 有一個 潮汐之一 我們來清一下怪 好我們清了怪之後 拿到潮汐之一的獎勵 拿到獎勵之後 我們再往南方向流下方 過來繼續摸蝴蝶 把蝴蝶送過去 好的 那現在在我們的 這個南方向流下方啊 這邊是 四個柱子 那這四根柱子的話 要同時給它打了啊 同時打了 這裡推薦大家用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冥中 這裡有一個冥中劍 冥中劍這裡的這一個烏龜 烏龜的那個生害 生害劍呢 百分百呢 一次性 一次性給它全都打了啊 這邊的話我 憂暈沒去那個啥啊 然後我 隨便吧 不燙不泡啦 好的那這邊我們 給它打了之後啊 四根柱子給它打了之後 這裡拿到這個四眼碟 然後往下走 跳下來 把它帶過來 好的 這裡是第一個 然後是我們的 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角 這邊是第二個四眼點 拿到它 然後帶回去 好的 那現在我們在往我們的 東南方向 地圖右下角 這邊走過來 低頭 這裡跳下去 這裡是最後一個 實驗點 撿起來 然後爬回去 帶回去啊 好的 拿到裡面的 箱子 酬勞之外 拿到這個奇糖箱 東北方向地圖上角 跑過去開一下 鍋點 好那開了鍋點之後 打開我們的地圖 現在我們回到從 幾一步到下方 這個鍋點 好 然後去 任務 任務指引的地點啊 好的 那現在我們在 去 它要給我們去這個 中心巨速根部啊 我們直接跑過去 或者直接打開地圖 傳送到 中央巨龍左上角啊 這個鍋點啊 好 那過來之後 我們再往 任務指引的方向走 西方向右手邊 任務指引的方向 走過去 好對號來 然後要我們登上這個 什麼樹的頂部啊 我們從東南方向地圖下角 這邊上來 這裡上去 A 超 好這裡過來 正前方 這裡有個挑戰啊 順便開啟這個挑戰 好的 然後 站上坦坦姑啊 順手做這個挑戰 往上走 好 好 好 挑戰達成 拿到這一個精明其他項起用 拿到之後我們再去任務之印 這邊要清怪了 好那清完怪之後 這裡出現了一個輝光起藏箱 撿起來這個輝光起藏箱 酬勞這裡給大家說一下 這一個輝光起藏箱 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 再把任務做完 拿到的起藏箱之後 我們傳送到別的地方再回來的話 還有一個潮汐之遺 好現在我們直接打開地圖 傳送到這邊的中速信標 就把這個任務完成 好過來 好這裡完成之後 我們先把資料轉到我們的西北方向 地圖轉向這邊往前走 之前這邊有一個被任務占用的寶箱 這裡跑過去 就前方這個營地 這邊是一個輝光 輝光起藏箱 那也是打怪的啊 我們過來清怪 好的那我們清了怪之後 拿到這一個輝光起藏箱 然後這怪的時候 拿到它之後 我們再去那個中央 中央巨龍的左上角 這裡的矛點 我們去到上方把那個 那個叫灑來的 把潮汐之遺的它打了啊 過來之後 我們往西南方向 地圖爬掉爬上去 好在前方的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樹根這裡 左邊有木質的平台 爬上去 好這裡 繼續 繼續從這個木質平台 一路往上走 來 一路往上走 这里一路爬上来 然后再进来 这边会出现一个潮汐之意 那我们把这个怪清一讲 好那我们千二怪就拿到 这个潮汐之意的奖励 不尽其用 好那拿到奖励的话 我们这一批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by bwd6